当土地在哀嚎的时候 人的脑 人的想法也同时在哀嚎 今天好应该称为世界哀嚎日 今天是3月6日 2020年 在Meditation集体意识的状态下呈现 全世界各地的人的脑啊脑子 有很多的负面的想法 近期你可能负面的想法会特别多 甚至会有伤害人的想法 所以我称为今天 应该叫世界哀嚎日 432是往下走的一点 现在是下午的4点32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灵性上面的人时常会忘记了事实 事实 什么叫忽略了事实 会分不清楚所谓的幻象幻觉以及事实的差别 不知道什么是幻觉 什么是事实 现在的事实是全世界一半的珊瑚礁已经没有了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 现在刚果 还在存在的黑奴 黑奴 活在地狱里的黑奴 每天工作17个小时 17个小时 没有水 没有粮 不能休息的状况 持续直到他们死为止 一个星期工作7天 而他们唯一的想法 只是希望能够得到工资 因为他们是没有工资的 而这样的人口 在那个时候黑奴交易的状态比起来 与黑奴交易的时代 我们历史课本已经学的比起来两倍之多 这叫做事实 而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当你如果踏上了灵性的这一块 你会更觉知 更能够觉察 会开始发现 哇哦 我们的这个 原来我们的大自然在哀嚎 而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觉察到的状态 是因为 你平常的生活形态就是毒害的 就有毒害的 就desensitize的我们的细胞的感知 就钝化了我们的细胞的感知 你在点什么头 你在敲什么 那当它钝化了我们细胞的感知的时候 我们对世界外在外界的环境的自然界的变恶劣 我们就没有感觉 而当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你就会当世界在变化 你的身体正在恶化的时候 所以我刚刚是四三二 现在是四三四了 跳回来了 正在 正在 顿化的时候 然后世界正在恶化的时候 你身体会有个警讯会起来 什么是警讯 我很不想用这个字 因为中文字总是跟原始翻译有谬误 你的小我 你的小我 你的那些生存意志的这个我 它叫做脑袋 它就会起来 就会想很多很多负面的 那就会投射到你生命周遭的人 这个人怎么 我今天就是看到不顺眼 那个人一定是在想什么坏事 因此当这样子在哀嚎 你近期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举手之劳吧 做一点小小的扇形 小小的举动 垃圾塑胶分类好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 第二个 人其实 不需要吃 不需要吃肉的 我并没有去judge吃肉的人 说指着指头 这样不好 不是这样的 耶稣都吃肉 但是为什么 耶稣其实他来这个世界上 他并不喜欢他做的事情 可是他还是做 啊 yeah 啊 right that's what I mean it means work 工作 工作就是所谓的扇形 有的时候扇形 你不见得都是快乐的喜悦的 可是你还是做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一个醒觉的人 你全身上下的细胞都连结 这个地上 你所看得见所有物质的每一块 他们是不是真实的开心 你都会感觉得到 所以有的时候在做的事情 是全世界的人 集体意识的一个低下 他必须来 回来这样子的 以牺牺牲的方式 来让这个世界达到更好的平衡 因为他本身是活在其他维度了 已经超越物质界的 而是爱 以上 创世纪的一个 受到所有捆绑的 你懂 you got it 受到所有捆绑 都没有受到所有的捆绑 让我们一切都自由的 这样子创世纪的人的一个维度在 已经超过这个维度 是能够让死而复生的 因此他来教育我们 他来用他的这个身体来 身体力行的来 跟大家demo示范 人应该怎么做 因此你的身体的感觉 你的身体的感觉 都是真的 你不要说我今天膝盖痛 没有我膝盖不痛 你膝盖痛就是你膝盖痛 这是事实 他都在告诉你 某一些你可能overwhelming了 超窄了 因此当我们人 可以开始尊重身体的每一个感觉 以及我们的想法 我们要训练他 脑袋是最好的仆人 可是是最可怕的敌人 脑袋是很糟糕的领导者 这是英文我原来的翻译 Your mind Your monkey mind 你的想法 是很糟糕的领导者 但是是你最好的仆人 因此我们脑子 要训练自己的想法 替我们工作 不是让我们的脑子领导我们 真的领导我们的是心 因为心它在正中 它在这个地方 它遇失所有的血液 它是直接接通 宇宙直接接通的一个源头 它如果停止跳的时候 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就不动了 血液不流动 里面的空气不流动 里面的血液不流动 你看见了这个水不流动的时候 人就死掉了 因此我们要跟我们的心 时常去问 它跟我的身体 跟我的想法 跟我的脑袋 跟我的愿力 我的愿力 我的感受 是不是符合的 当它这样都是符合的时候 表示你跟你的身体 在灵性上面 更加的完整 那 今天 我们下一个章节会提到 你把那个打开干什么 哪里有战争 它把我这个 它把我这个罩电打开 哪里有战争 哪里就有答案 身体感知的讯息是全息的 与世界的战争都是相对应的 这是我之前我写的 刚刚Turkey把它打开 所以 它每次帮我开的时候 都有它的讯息在